为了社会不公 打资之不已 我是黄西贤 欢迎收看夜问打权 难道我们台湾已经变成 共产社会了吗 怎么会金融业 金融业包括保险 银行 证券 是整个台湾这个社会 所有的动脉 静脉 血管 你做什么事都是要有金融 金融的 所以顾立雄 当过陈水扁的律师 以及李登辉的律师 非常了解弊案 然后金融业 他也知道二次金改 所有大老板提着钱 去找陈水扁的律师 党产会被他拿来耍弄 把国民党追杀到底 现在要去管全台湾 所有的金控公司 这是多么让所有人惊吓的事 所以昨天今天金融全部一片岛 哀鸿遍野 所有的外资都问说 不是问说他是谁 而是说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就是要是他 这是顾立雄 然后赖清德呢 他是主张要特赦陈水扁的 然后他当格魁以后 现在他说这个事情以后再说 台湾仍然就在政治政治政治 而上个礼拜我到大陆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大陆去 我为什么到上海去吗 因为双城论坛的时候 柯文哲到上海去 为了一件事情 他吓得面色如土 他说台北输给上海了 所以我到上海去找原因 台北到底什么事情 把柯文哲吓得面色如土 我们输给上海输在哪里 今天告诉大家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志仙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黄子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话 大家好 顾立雄在党产会已经证明 他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他下一个公文 要银行指付本票给国民党 这个事情是 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106年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银行建本票就等于现金 走遍全世界都这样 可是顾立雄说 不准给 就不准给 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好 不听话 现在他要去管 金管会 吓死人了 他现在还没就任 他已经说 他要去家族化 去家族化 那我们就想 大家就开始想 以前他干过什么类似的事情 在党产会里面 复联会 马上就收归国有了 国语日报 收归国有 变成是国营事业了 怕死人啊 那郭立雄到底有没有金融的专业 他是干嘛 我们听看行政院发言人 他在讲的时候 他说郭立雄当然有专业 金融业他要去家族化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金融业已经开始寒蝉效应了 金融业的人怎么说呢 因为郭立雄说 金融圈有裁判跟求援分不清 所以要借着像我这样的圈外人 从法律的观点 去推动平衡有效的监理 然后金融业现在有家族化 产金不分离的问题 上任以后会做一些事情 然后家族化 吴家 新光台新 孤家 中信开发 蔡家 国泰富邦 新秀 还有元大马家 永丰和家 远银徐家 联邦林家 这不是跟绿营很近吗 还有上海荣家 金融高层说 你这是不是先射箭再画靶 你到底在干嘛 投赢的主管说你还没上台 你就先放话 你不会让人家联想到 你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吗 会不会到最后 重点来了 这是内行人讲的 不听话的 我就把你去家族化 你很乖 你对我民主党很好 你真听话 你就不会家族化了 因为 他在当党产会的时候 人家问他为什么不查李登辉 他就说 我就是不查 怎样 你咬我吗 他就不查 业者还私下讲 现在讲话都不敢拒名 都是没有名字的 各金控将如座针毡 最后如果演变成 要透过各种管道 到总统官邸 直接向蔡英文总统疏通 或疏成 才能免于被抄家的命运 这不就是三次金改吗 红卫 这个业者实在是很内行 你知道当时陈水扁 他提出二次金改的时候 所有这些家族的 这个金控公司 都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他们怕说你二次金改 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小 搞不好就被病掉了 所以大家开始做什么事情 开始络绎不绝的送钱到 给陈水扁 给吴淑贞 这就是二次金改 为什么后来整个第一家庭 这样的贪腐 然后这些金控家族 不停的送钱 我觉得现在 孤立雄非常奇怪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金管会的主委 提出来他的第一个政见 是要去家族化 你想想看这些金融家族 是不是又开始啪啪啪了 去家族化 那大家都知道 在金融界有很多的家族 有人讲说 吴姑姑 菜菜花 还有很多 一堆的 那大家就开始想 去家族化 先去哪一家 先去我们家吗 还是先去你们家 不晓得大家先去谁家 所以接下来 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就开始 要不要输通勒 那输通勒 我要拿什么输通呢 对不对 所以老讲 要拿诚意输通 所以我说 这是不是一种通关暗语 我真的奉劝 警告蔡政府 不要再搞这一套了 再来用这一套 用这种金融 假所谓的金融改革 金融监理之名 然后行这些 狗屁倒灶的事情 然后整个破坏 我们的金融秩序 所以我要特别讲 现在在台湾 这些金融 金控公司 有没有家族化的问题 那当然你今天 也可以看到一些媒体说 你搞清楚好不好 现在呢 在我们的金控 最大的家族是什么 是外资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外资 事实上在我们的 很多的金控 它的持股比例 非常非常高 比如说以中信金来讲 它已经超过50%了 所以请问你 到底要去哪一家 你要去内资还是去外资 但是我要说的 台湾的金控 家族化仍然是很严重的 因为虽然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说 虽然它的持股比例 并没有那么高 它没有外资高 可是它可以掌控 董监事的席次 它可以掌控所有的 就是这些所有的 基层的经理人员 所以它确实有 家族化的问题 可是我想请问 顾力雄顾大主委 你是不是曾经当过 陈水扁第一家庭的律师 陈水扁当时一些 贪腐事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帮他打官司 所以我要讲的是 对于台湾金控的家族 你早就交手过了 当时你不是在帮他打官司吗 你难道不知道 当时就有台湾 这些金控的家族的问题 结果你现在来讲说 要去家族化 你的去家族化 到底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又如同 陈水扁当时的二次金改一样呢 或者如同这个业者所分析的 你是要让这些家族 来跟蔡英文 或者跟你顾力雄来疏通吗 我们来听顾力雄 她自己在记者会怎么讲 顾力雄 他讲说去家族化这个事情 然后讲过 我当律师三十年 很多逻辑都相通 就证明了 他讲话完全前言不对 后语 完全没有逻辑 然后完全没有知识 什么叫去家族化 什么叫家族化 全世界整个地球上 任何国家 任何金融业或财团 都有很多是百年的家族 只要你不是共产社会 都有很多百年家族持股 有的家族他喜欢持股 然后也自己经营 有的持股 但是经营权给外人经营 那是人民的财产的自由权 那你今天要管的是什么 是这些家族你内积内控 你有没有好好的经营 你如果有违法 你如果有掏空 你就用法律办他 如果今天所有这些所有的金控 哪一家违法 哪一家什么事 你就金融检查 你在讲什么 在脸上去销围 今天日盛金控 他外资持股72.5 玉山金控 外资持股44.59 中信金控43.09 元大36点多 再来富邦金控 持股外资也是差不多 将近三成 当然你要管就修改法律 你就严重的执法 你讲什么 什么叫做家族化 我要去家族化 费委员请问一下 这样意思是不是说 什么叫做家族化 这是主观认定 这没有客观标准 我喜欢你 你就不叫家族化 我讨厌 董哥 董哥就是家族化 怎么样 我觉得要去家族化 在蔡英文推动的 五加二的产业里面 最该去掉的就是生物科技 因为蔡英文的家族 都在投资生物科技 以耗鼎为例 他们俩是大股东 不是吗 这个才叫避嫌 刚才徐光勇讲到的 他的学历 我们通常都在讲什么 学经历 对不对 你学法律的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有三十年 金融的经历的话 OK 请问顾立雄有吗 连他自己都觉得 太跳动了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 一路下掰 他讲到去家族化 我真的要诚恳地来请教他们 区域家族化 这个定义要非常的清楚 刚才主持人讲说 外置的持股 金融权跟所有权 有没有分开 有没有拿着 拿着所有权去控制金融权 然后图立自己的家族 其他的 独大产业 这是现有法律可以管的 如果说你要重新定义 一定要修法 金融产业是台湾产业里面 非常大的一块 我们不能随便你 就像你在那个什么 这个 党产会 我说你 谁是谁是党产 国际说是党产 副理会是党产 那就是党产 不经法律直接判定 你如果说你要 顾立雄要去当金融会主委 谁是家族 我要对你金融检查 原来是两年一次 我就一年三次四次 我觉得这不可以 随便由你来定义 你定义以后 随便由你来执法 国家是有法律的 金融界那么大一块 我们在财委会是不会容许他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给你保证 下个会期我当财委会的赵伟 我一定一开始会就把他问清清楚楚 我是觉得 决定他讲的球员兼裁判 还有一大项 什么叫做球员兼裁判 我们现在台湾是独有的八家关股银行的人 球员兼裁判都是这八家关股银行 一下子 他的离开了以后 又到又到金管会 又到金管会 然后又出去 这个就是球员兼裁判 球员兼裁判也把它定义清楚 我们都有个旋转门条款 举例你在金管会任职 有三年以后 你不可以到民间银行去 怕利益冲突 把游戏规则定好以后 剩下你就去依法来执行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好的人才 其实金融才 其实好的是不多的 像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 就从华尔街来的 前任的财政部长 离开了以后又回到华尔街 但是人家把这游戏规则定好 我就觉得 这个他在在的讲一些外行的话 好像就是要拿刀 我就是要金融来整理 在在要干嘛 大家一开始讲的 是不是变相的三次经验 赶快送钱来 你送完钱 我就对你完全不做金融检查 孤立雄接管金管会主管 消息传出以后 害怕了不是台湾人而已 外资圈都崩溃了 全部都崩溃了 他问的问题 已经不是他是谁 而是为什么是他 所以吓得 可是告诉你真正美感是什么 他不是要你们要乖 所谓的乖就是说对我听话 什么叫听话 来了 一手拿强化监理做棍子 另外一手呢 我叫你不准贷款给谁 你就不要贷款给谁 另外呢 我要求投资5加2 明明银行跟金控基于专业考量 我觉得这个公司 这个董哥这个公司不行 董哥不懂 我不能够投资他 可是因为董哥跟孤立雄 跟民进党很熟 所以我现在 你不要来弄我家族话的事 我赶快 董哥你要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我都带给你 我这个金控就稳了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大家敢不听话吗 我已经闻到台湾的一股 兴风协议的斗争 请问将来会出来 站在另外一面来打的是谁 各位想讲反年金 那些领年金的退休人员 哪一毛钱是非法所得 可是整个社会挑到最后是斗争 是年轻人说 你们这些米虫 不是吗 这是斗争 你不觉得将来有一场斗争 已经产生了 当我对你出手的时候 你敢反对 马上跳出来 家族就是整个社会的吸血虫 这一场兴风协议的斗争 已经准备好社会的材料了 已经准备好 这一种相对剥夺感的材料 今天对很多 在往这个社群媒体的 超义者来讲 你想想看 我的收入多少钱 我一个月只有多少收入 你们这些金控家族 是拥有多少 你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你们是什么努力来的 你们这些都是什么来的 所以你们被杀 是刚刚好而已 他下了两三条 全国民众 下到快中风 包含这些金融产业 昨天的股价马上应声下跌 所以这一格的人士任命 非常不适当 从议委 到党场会主委 到现在的金管会主委 一年七个月换了三个工作 简直是官场最速难 当我随便出手 我随便杀任何一个人 你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 不是你法律讲的对不对 不是你在立法案监察的 有没有道理 不是你说的有没有正确 是在于 他产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阶级社会对立 气氛造成了 已经造成了 他是孤立雄在吹号角 各位他吹的就是一个 将来有疫情就如同 退休人员要被修理修住的人 这叫谁 就是家族 这些家族你听我OK 你不听我 我用整个社会来把你斗垮 斗臭斗倒 你不觉得吗 这个是可怕的政治操作 你稍微敏感一点 闻一下 这个新工协议已经产生了 他是要做台湾整个政治的筷子手 所以联金改革 是不是这样对立 请问党产处理 是不是也是这样对立 一样的手法 蔡政府一样的手法 现在正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银行家们 你大家要判在一旦 你是不是家族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说你是 当你是你敢反对的时候 你就跟整个社会 相对剥走者的一个挑战 一个羞辱 一个斗争 可能就这样子来 所以各位请注意一下 他已经是一个很可怕 很可怕的 不是他是不是认 他当然不认 他好像万金牛一样 什么叫万金牛 蜜蜜疼 蜜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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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律师就像万金牛 他什么都可以干 那是看不起律师 看不起专业 那么这样的人 只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叫什么 政治斗争 国语日报 陪我们一起长大 国语日报 变成国产了 国音世界 有人同行国语日报吗 没有 复联会 振兴医院 办孤儿院 办小学 办中学 照顾国军余孤 做多少好事 有人同行复联会吗 没有 只要这个社会气氛 塑造出来之后 我箭头指到谁 谁就是指 但是我斗国民党 我三中按党产 国民党历任党主席 可是李登辉自己人 所以我不斗李登辉 社会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指责 厉害啊 真的很厉害 我先讲 这个顾立雄 他说呢 他接到知道 自己要去接 这个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吓了两三跳 他吓了两三跳 全国民众吓到快中风 包含这些金融产业 昨天的股价马上应声下跌 所以这一个的人事任命 非常不适当嘛 第二个是怎么样 他一年七个月 从立委到党场会主委 到现在的金管会主委 一年七个月换了三个工作 简直是官场最速难 他真的是应该参加四大运 跑真快 三个位置都是他的 怎么样 民进党是没有人才吗 非得他不可吗 他到底有什么通天本理 当然很多的政治目的 刚才很多来宾讲 我就不重复 再来我讲 金管会到现在 总共十一任主委 大家知道这十一任主委 不是从学界 不然就是官员 过去曾经在财政部 相关部会工作很久的 不然就是什么 业界出身的 比如说很多 银行的董事长出身的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说 只是单任一个法律系毕业 然后做律师 就来做金管会主委的 所以 美国也没有 对美国也没有 英国也没有 全世界恐怕都没有 因为金管会跟其他部门不一样 它是一个极专业的单位 一个部门 所以这样搞 我觉得会 未来我们的金融秩序 我真的觉得不大乐观 再来我要讲 如果你要问我说 顾立兄到底有什么资格 我只能想出三样 第一样刚才讲了 他是过去党产会的主委 追杀国民党的财产 一把照 很厉害 很厉害 筷子手 第二个怎么样 他过去帮阿扁 帮阿扁辩护 他的贪污案 海角七亿 帮他很会辩护 所以可能对钱 这个部分 他很有敏感 很有想法 最后大家知道吗 我去查了一下 他的财产申报 他的 有钱不是罪过 不过还是要公租一次 他的财产 他很好 他财产申报里面 现金就有六千多万 十几笔土地跟建物 包含最近买了一个房子 也价值四千多万 真的有钱不是罪过 可是是不是因为 这么有钱 对钱很有概念 所以你当了 这个金管会主委 最后我要讲 大家讲说 到底为什么要摆这个 把顾立兄摆去金管会主 不要忘记了 金管会旗下 总共有九个旗下的机构 包含什么 包含这个保险安定基金 包含这个贵买中心 包含这个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金融延续月 我就不多念了 这些都是 很肥很肥的单位 所以当然 这样的版一定有他的政治 甚至是经济 甚至选举的目的 民进党因为他 弄了党产会以后 他现在对这些 怎么去控制我们的产业 或者怎么去对付国民党 他已经驾驚救熟了 那最救熟的人 当然就是顾立兄 所以他是 被负于这样的任务 才来接这个位置 那他现在先设定了 我把建设出去 然后我把画出来 我要针对哪一些哪一些 譬如说你家族画什么什么 其实讲一讲 几乎每一家银行 每一家金控老板都会怕 因为听到他把这个设定下来 所以你会互相去打听 我们干 我们已经是共产国家了吗 如果就 共产国家现在不这样干 现在共产国家是 很会做生意 共产国家有人敢这样做吗 没有啊 除了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毛泽东的时候 连金正恩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今天看 找孤立雄来 他就是这样干 所以他已经很家经就熟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譬如说以过去阿扁来讲 中央银行管全国会议 他中央银行可以摆两个理事 一个是监检给他的蔡正宜 国泰嘛 那我中央银行有任何政策 那你在开理事会你就知道啦 我知道这个要涨了 我赶快回家叫我的银行去做调整 会不会这样 然后一个是民国93年阿扁两颗子弹那一件 因为里面有个过去跟国民党交情不错 叫林明成 华南银行的 他也是央行的理事 他是跟连战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小时候的玩伴 93年他是站出来挺阿扁的 那如果这样的人通通都进了央行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次为什么针对的是金融界 因为选举快到了 很需要这样的人 选举到了 哪些人的金融 你们会不会偷偷去帮国民党 或者跟国民党有什么奄言 那以我过去在党产会的作法 每个人都应该感到害怕 所以他是专门效忠民进党的嘛 他太太王美花 现在当经经纪部的长治 有什么政绩还不知道 但是感觉上只做过一件事情 凯达格兰学校招生简章来了 他就发下去 还做表格 经纪部所属的单位 帮忙招生 帮忙招生 这个是本节目夜问打拳揭发的 人家来跟我们投诉的 是啊 那你今天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干 所以他无所忌惠 你刚刚挤李登辉挤陈水扁 他是无所忌惠 然后刚会委员说你在财款会 我跟你讲 他不是有法力可以耶稣的人 因为这样的律师太厉害了 其实过去我们长期都是在揭发 很多财团的不法的事情 我们从来不帮财团讲话 可是中华民国保障人民 有拥有财产的自由 我有这个股权 我要交给谁经营 只要在法律允许之内 你管我啊 你凭什么去管啊 你凭什么说叫做去家族化 所以有话哥 他的目的是 我讲这个话 你们大家给我乖一点 我不喜欢的人 你不要捐钱给他 我要你贷款给谁 我要你捐款给谁 你就乖乖去贷款去捐款 你就保平安 我问在座各位一句话就好了 彭怀南即将认满 如果是彭怀南接经管会主委 大家会会批评 不会 会不会 因为是财是所 那对于一个人格 那有缺陷的人 好 顾立雄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说 他说求援兼裁判 顾大律师你不要忘了 你自己什么身份 你是裁判兼教练兼球员加继分 什么都是你赢 因为我今天质疑顾立雄的是一个 人格那有问题 还有林峰正人格也有问题的 蔡英文怎么会用这些人格都有问题的人 那我讲出 那我举出实例 为什么人格那有问题 那我讲的不是我跟顾立雄 你讲的林峰正是要去接党产会的林峰正 人格都有问题 如果这两位林峰听到 那我这样子骂你的话 请你赶快告我 我不在乎 我先举一个例 董哥大概知道 江国庆的案子 我们第一个投诉单位是什么 施改惠 施改惠说你儿子犯了惊天大案 任何神仙都救不了 我告诉你施改惠还落井下石 好了 江国庆案子要翻的时候 又是施改惠出来说是我们帮他做的 我跟你讲真不要脸 真的不要脸 好 这个是一个人格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你到了大陆的大城市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在欧洲市上 以及部分国家实现的无限金化 在大陆的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实施 那你就会回过头来 来看台湾的金融机构 现在落后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顾立雄跟民进党的人格有没有问题 有 请问你是阿扁的委任律师 当检察官提出了所有证据 是谁说要主动解除委任的 不是阿扁哦 是你顾立雄哦 你顾立雄跟阿扁 你帮阿扁辩护到了最后解除委任 是你主动提出真不要脸 拿了人家的钱你还解除委任 所以蔡英文用两个不适任 人格都有问题的人 你说他今天担任金管会也好 你说他担任党场会也好 我昨天也讲了 镰刀派收割派都是你们 那请问蔡政府 用这些人的目的大概只有两个 除了在政策上面 去弄这些什么财经家族 我告诉你啊 民进党内部跟我讲 阿扁的贪腐案 为什么没有一个财经家族的人 进入监牢 那这一些通通都是政治力介入 所以他们现在要管束这些人 你当年如何对待阿扁的 今天我一次管束 然后第二个啊 那就对不起 蔡英文知道财政状况 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的很多产业的推动 包含林权这次讲 还要加重5加2产业 对不起 你们这些财产要不要跟我配合 因为老百姓没有钱 你们有钱嘛 所以顾立雄今天做的就是 这种事情 而这种事情 你用政治力来介入金融事务的话 我想问盛丰兄 未来台湾将永无明日 金融也管不好 你法律也崩坏 很惨啦 而且是限制一个社会斗争的环境里 林绿营的苏焕智 他都说顾立雄 他接金管会 要干嘛呢 帮蔡政府做政治操作 我的天啊 他直接告诉你 金管会是要来做政治操作的 懂了吗 人家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了 当台湾 你看到连金管会 这么一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不应该有任何意识形态 就是好好处理台湾的金融命脉的 一个最中立的 最应该中立的单位 现在要开始腥风血雨了 所以你知道台湾已经结束了 这一次上个礼拜我到上海去 当然你只要每隔一段时间 你没有去上海 你就会很惊讶 他怎么又变了 怎么变得这么快 我是要去找答案 为什么柯文哲被吓坏了 当然他是井底之蛙 他常常被吓坏也不足为奇 可是他这一次就是一件事情 他在双城论坛本来垮垮的谈 台北如何如何 结果发现大陆的行动支付电子商务 远远超过他想像的极限 这一次周末我到了上海去 我找了老外 找了台干 然后找了ABC 然后在那边 我们去吃饭 结果一群人到餐厅 先来看一个中餐厅 然后叫了一些菜 那个手机拿起来 他用手机点菜是 我们一桌人吃饭 可以董哥点一道菜 废委员点一道菜 盛丰兄点一道 鸿威点到 我会点一道 全部我们个人点一点以后 整合起来 然后开始说总共多少钱 已经下单的菜是哪些 还没有下单的你要不要 然后要不要支付 包括连定位都手机上直接定位 然后付了钱以后 手机店不够了 每一个餐厅这边都有一个充电宝 你扫一下就可以充电了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好 那难道只是好的餐厅 可以行动支付吗 不是 你到街边的小店 去吃个烤肉 去吃个囊 每一张桌上都是支付宝 扫一扫 你看这种清真餐厅 这种很家常的 去骑脚踏车 手机拿出来 看一看 有很多很多的共享单车 扫一下 脚踏车骑走了 OK 骑去玩了 然后路上你看到的 除了脚踏车 很多机车 还有各种各样 全部都是用电的 这是一家老外 上海老外 最常去的一个杂货店 你看这边在排队 这边在排队干嘛 他们点了菜以后 大家手机拿出来 连杂货店 手机扫一下就付钱了 所以在上海的人 现在出门都不太带现金 然后晚上逛夜市 吃饼 这个连夜市的摊子 这边都是一个 你扫一下 你扫一下 你也不要用现金 大陆有时候 没有办法用LINE 可是LINE的商店 也到了上海 而且生意很好 LINE的商店里面 可以喝咖啡 可以买东西 可是里面 抱歉 里面付钱也是扫一下 还不是扫LINE 然后大陆 食库门 所有餐厅 任何你去的地方 每一家你看到的餐厅 全部都是扫一下 只是我们看到的吗 聯合国跟麥肯锡的报告 清楚的告诉我们 微信跟支付宝 大陆现在最重要的两个 行动支付的系统 是微信跟支付宝 他的经验 他们建议 应该在全球推广 注意 我们这边是在 心风血雨的政治斗争 人家每一天 24小时都在往前跑 2016年 微信支付宝支付总额 有3万亿美元 就是3兆美元 9年后 2025年 会有3.7兆美元而已吗 这个数字太保守 现在已经3兆了 再给他9年 会怎么样子 这个太可怕太可怕 可是台湾 鸿威 我们台湾只要政治斗争 就可以 我们不要去管别人在什么 上海现在竞争对手 根本不是台湾 前几个月 我们不是看到一个 外电的报道 包含他会发现 连乞丐都请你扫一扫 像我在上海或北京 你不要说这些什么商店 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朋友 喜欢去麦当劳 他也是一样 通通是直接扫一扫 全部都扫 他不是只有支付 还有包含你的order 就是你要点什么餐 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到那边 觉得最痛苦一点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叫计程车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谓打车 都要直接用网路上 可是因为像我们的手机 没有办法实名制 他必须用实名制的去登记 所以你就知道 你到了大陆的大城市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在欧洲事实际上 以及部分国家实现的无限金化 在大陆的很多的城市 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那你就会回过头来 来看台湾的金融机构 现在落后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两年我相信那个费委员最清楚 那时候我们在谈到说 在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我们远远的落后 我们的法规要怎么样的松绑 怎么样能够提高 我们台湾金融产业的竞争力 可是现在我们的新主委 完全不谈这些 他跟你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是去家族化 刚才之前谈到一个 我真的觉得心有戚戚烟 不要说在台湾 甚至你在世界各国 请问你 我请问蔡英文 我请问顾立兄 哪一个国家 他的经济部长 或者他的财政部长 或者他管的金融监理单位 他会提出一个政见 他提出一个政策是去家族化 你也拜托帮帮忙好不好 金融有金融家族 房地产有房地产家族 如果要去家族化的话 川普第一个就要 应该被干掉才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怎么会 完全反国际 反全球的潮流 然后跑出一个去家族化 而且还沾沾自喜 我觉得我们最被爱的地方 我们新的主委完全不够格 他提出来了 这根本已经是 国际级的大笑话了 你今天拿出去 让其他的这些 不要说外资 这些外国媒体 来评评理好不好 来攻断一下 我们现在金管会最新的政策 是要去家族化 真的是独步全球 但是我们倒霉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金融产业 还有我们所有的金融从业人员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未来的竞争力 真的拜托 我们其实过去呢 我们说亚洲四小龙 但是我们的金融产业 事实上真的是落后新加坡 落后香港 可是我们现在非常悲哀的告诉大家 我们远远的落后了上海 而我们现在 如果还不能够急起直追 还要搞政治斗争 还要搞一个像东厂级的 一个金管会的话 我们台湾的金融产业 是看不到明天的 其实全大陆已经是这样 因为当地人告诉我 他们不是只是在上海而已 而是他们整个大陆 全部都是这样子 他们怎么样呢 每个月现金消费占个人 每个月消费总额不到20% 有52%的人是这样 而且不是只有你轻壮的 是伯父上 伯爸上 大姨 大妈 叔叔 神人 都是这样 他不会用电脑 但他只要有个手机 他就可以用这样子 不现金支付 84%的大陆人 现在即使不带现金 也感到非常从容 74%的人 只要有100块钱人民币 可以花多久 100块人民币的现金 他可以花一个多月 因为他所有的事情 都不用现金了 所以他现金没有地方用 好 你在画面上看到 那位老外 他就亲口告诉我 他说 他口袋里面打开来 他现场打开来给我看 里面没有现金 他说 为什么带现金 为什么带现金 我干嘛要干嘛 我连跟朋友吃饭 我们go touch 每个人连在手机上 都可以说 我们每个人分担多少 然后我分担多少 你分担多少 然后就分完了 所以你如果要抢账单 你没有微信支付 没有支付宝 你在大陆连抢账单 都抢不过人家 还有14%的人 完全不带现金出门 前任我到大陆去 真的他们非常落实 连路边摊推个车子 卖水果的 他说你要用哪个支付宝 哪一个支付宝 哪一个微信 哇 天哪 太厉害了 台湾脑袋好的人都去重振 然后都在搞多更 尤其民进党 这个是最方便的 过去我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过去生活情况好很多 常常都是我在护账 现在起舞 我没办法护账 第一个我全部录他们 第二个我没有支付宝 你看人家 我们讲金融这块 像金管会 它两大块 一个是金融建立 一个是产业发展 我们一个 人家大陆的金融产业的发展 你看真的 我们远远落后人家 我们照理说金管会 尤其是主旗式的人 你对金融商品的设计 你要要迎头赶上 可是我们现在的顾大主委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真的很怕 到时候 有不管他的下属 或者是业界里面提供 他说我们希望推动 这样子的金融商品 他听不懂 更别何况他要去推动 所以说当 就是有人讲 当不到台湾来 不知道台湾还在搞文革 有类似这样的观点 我们落后的程度 我跟大家说 大陆四家银行 中农工界 任何家银行 它的资产是台湾所有银行的全部 它的一年的获利是台湾所有银行的全部 我们还在搞这样子的 去搞这样子 这个红卫兵的施的斗争呢 我在跟 用点时间讲 丁克华很专业 他之所以下台就是 他政治不正确 他不 他说了 政治不正确的实话 他说 赵峰 没有洗钱 蔡英文不高兴 就这样被换掉了 他应该 还得了 他应该说 他说 我怀疑 我怀疑这里面国民党在洗钱 马蚁都在洗钱 他就不会被换了 可是现在检察官运营的人也证实 国民党没有用赵峰洗钱 那现在发生 李瑞昌为什么 李瑞昌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可是他在财政部 应该呆了那么多年 他还做高雄的财政局长 还做高雄银行一年的董事长 他至少这个经历 比 顾虑好 他这次为什么被换掉 因为 他没有指责骂 永峰 你怎么说都坏 还鼓励说 你永峰马上换了个董事长 真好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在民党里面当观众 你说如果说了政治不正确的实话 下场就像丁克华 就像李瑞昌 现在的台北 我老实讲 连夏门都不如 那你今天看到 夏门是被选为全世界最美丽的 二十个城市之一 是 他要即将开始黄金十年 是 那因为我们都在搞斗争 台湾脑袋好的人都在 都去重振 然后都在搞斗争 尤其民进党 这个是最方便 过去我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过去生活情况好很多 都是常常都是我在护账 现在去我没办法护账 第一个我全部入他们 第二个我没有支付宝 抢不到账单 抢不到账单 然后所有的 有时候吃完饭要走的时候 人家帮你交计程车先 先帮你处理了 帮你把车弄好 然后帮你付钱 对 你在我大哥去哪里哪里 然后钱我先付了 因为我没办法付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已经超过我们想像了 那我们在干嘛 我们就在搞孤立雄这些人 对不对 金管会最大工作是怎么样 让台湾的金融更有发展 不是怎么去管理它 过去我们 EKWA以后 胡帽厚帽 我们希望我们的金融 可以走出去 可是 哪些人是反对的 让我们的金融现在受限了 所以现在台湾的金融一滩死水 尤华兄 2010年以前 大陆是非常重依赖现金的社会 对 2015年 今年是2017年 两年前的数据 就已经无现金的零售 不用现金的 就已经占了交易量的六成 现在更可怕 然后台湾金管会在做什么呢 用金管会来做政治斗争 的确 因为我有申办微信的支付宝 所以我去中国大陆还可以了 勉勉强强 付旅馆费都还可以 你不用到麦当劳里买个东西 掏出现金 店员看那个现金好像很增书的样子 没有 因为他们伪钞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百元伪钞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 这个我们不讲 我们就那个讲 金管会我刚刚讲过了 就包含如果彭怀难做 大家没有那么多意见 因为他学经历 还有一个资历 那请问顾力熊 你只有学历 没有经历 你也没有资历 你做这个东西 那就三种可能 第一个你改革不了 就是官僚政治 你一切都听下面的 第二个奉行党义 就开始政治操作 那你第三个就是顾力熊 自己胡搞瞎搞 就是说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 所谓自知之明 就是你明明没有办法去升任 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不要做 好 那话说了回来 现在金管会这样子做 那请问台湾未来的金融力 那个金融的竞争力是在哪边 因为现在金融 它涉及了保险银行放贷 还有海外投资这一块 银行到海外去 那顾力熊这些统统不懂 如果他只盯着家族银行的话 你不是要扼杀金融业的生机吗 这个就是台湾最悲哀的地方 全球第三大的电子钱包的一个创办人 他说 他说以前我们总想得向矽谷学习 但是如今在行动支付 我们应该向大陆学习 为什么 这个行动支付在大陆如火如荼 它不是未来市 它是现在进行市 它作为一个无现金社会的技术或平台 绝对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跟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管制它 而是要接受甚至怎么样 让它松绑 所以说现在这个 包含之前的共享经济 台湾都落后 所以这一点说真的 金管会 如果顾力熊上来也好 这个部分至少也帮台湾 开创一条生机吧 所以盛宝兄 比照在金融这一块 大陆现在是如火如荼的 天翻地覆的转变 往前走 然后我们 腥风鲜雨 我们苦口婆心 你会换来的是未悔先船 各位 非常真实地反映大陆的状况 你未悔来的是未悔詹目 大概你得到的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讲了这么多 它会用一句话回应你 那就是一个专制没有自由的国家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会得到的是这个 所以在台湾也一样相对而来 金管会应该是要最专利 最中立 最没有意识形态 最没有政治色彩 最执法公正 我们讲的五个罪 大家都罪倒了 因为他没有一项是符合的 他是他现在正在掌管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刚才董哥特别讲到厦门 董哥来自金门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从金门看厦门 厦门还真落后 还比金门落后 现在金门还敢看厦门 看他们在放烟火 他能看厦门吗 你能看吗 所以不要说金门厦门 台北 刚才这个指示人讲说 双城论坛了 台北跟上海比 谁跟你比 是在比什么 我再为偉招目一次 没有什么好比 不必面对现实 我们会很惨 因为假如我们今天不能正确的认识中国大陆 我们就没有能力选择台湾正确的未来 问题是很多人现在故意让我们不去正确的认识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想把台湾蒙混到我们悲哀的未来 因为在台湾里 除了政治你还有什么 台湾除了倒露你还看到了什么 很抱歉 因为我们很悲哀 台湾的金融业在2014年318太阳花 本来福茂协议就是让金融业松绑去打世界杯的 你要打世界杯你不到大陆去你玩什么 结果没有了 然后现在来 结束了 台湾结束了 然后现在来一个孤立熊 更好